剛剛經過那個大神的加持大家可以放鬆一下 所以今天因為是其實 我覺得我本來是想說今天你應該是先講一些週年獻的感言還是什麼 不用 來 因為就是像那個劉老師剛剛講 就是很難得就是可以獻一年這樣 剛好因為就是在之前就是去年第一次報在好像是 因為那時候好像去年的NAPS之前 EAN PUT BATTLE 然後就是 他論文很早就發了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看到GAME這個東西 然後跟馬上聯想到之前看到的電影就是頂尖對決 我覺得說有一個 有一個努力的東西可以這麼好玩這麼有意思的一個概念 然後就是有一個警察 然後抓一個小偷 然後就是讓他就是做偽操這樣 然後就覺得一直很有趣 就是對自己有來自己就傻底的一些 其實自己還是很弱 只是說那時候就是後來那個透明兄來講說 我就是就是要講一下GAME 我想講裡面只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我如果來講的話 第一個 化妝領域面 懂的人就是一定可以幫助我糾正很多 然後又可以Push自己再把看過的一些做一個Summary這樣 然後時間就是本來在去年四四五月我就已經寫的 就是前面有寫的一些東西 因為大陸那時候寫的就是一些數學證明 一些噴可以到聽到的一些東西 然後你知道每個月 然後一天又一天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東西就越來越多 然後就越多 然後就跟他講法 最近開始就是 通通叫我十一月講 嗯好 然後最近開始重看的時候 覺得東西真的太多了 然後人家把它這樣叫做一個GAME ROOT這樣 所以今天題目就是 A Walk in the Game ROOT 就是我帶著大家到GAME這個動物園 幫各位介紹一下 這裡面有什麼動物 它長的什麼樣子 叫什麼名字 它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當然再多一點點就是說 它有一些網路Network的一些設計 跟一些Lost Function的一些設計 我覺得是還蠻inspiring的 它讓它就是 就是除了我們傳統製造CMN Auto Recorder 然後它又用了一些說法 所以做了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就是 可能大家就是輕鬆 就是便聊天 然後就是我帶大家逛一下動物園這樣 OK 然後這是我是Larry 叫Larry 在FB社團上面 我是用中文名字 郭忠賢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聯絡 想交流 可以這樣 然後我基本上 因為二三十年前念了數學系 所以現在就覺得 Deep learning真的是 來的有點晚這樣子 OK 然後我跟同學 我同學是基金經理人 退起來 然後我們兩個再研究一些 就是怎麼用 用Quant ML 就是可不可以 有做一些 investment strategy 所以在現在 我們兩個都不太 就是寫成是 我的同學根本不會寫 我是不會寫一點點 然後用了非常簡單的 統計跟 Machine Learning 那有一些小model 我們現在正在 在practice 實際上在做交易這樣 WinRate還不錯 但是reward沒那麼高 但是我覺得 因為後面有一些 很多的東西想要try 如果各位有興趣 很serious的興趣 所以我們可以 討論一下這樣 OK 好 那就開始 今天大概講 對 當然一開始會講 因為時間比較晚 我會稍微講 快一點點 因為如果覺得 哪邊有不是很清楚 或怎麼樣 想在那裡 所以是叫我停 講一些multivation 然後game 為什麼是很難train 它主要很難train 的原因 是在哪裡 然後剛剛有提到 就是dating lecture 跟就是 跟生存的sample 它中間的關係 是怎麼樣呢 來train一些latan victure 然後 game現在最 比較最有名 就是game的 加上 automecorder 我可以 可以認一些 plastoman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 當然 最近大家有看到 就是NVIDIA 出了那個 就是非常厲害 1024x1020生成的 那個照片 就是厲害到嚇死人 就是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大概看了一下 paper就是 那有幾個東西 沒有一兩個東西 可以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說 game 就我現在的感覺 game大概 整個paper整個 發的方向大概就三個 第一個是 就是 objective function 就是 因為game很難train 它沒辦法收斂 所以沒辦法收斂 然後大家就會想說 那你怎麼去定義一些 Network architecture 去定義 Lost function 這邊會不會有一塊 第二塊是 game裡面就是說 它 大家知道說 我要去做一個Z 然後產生一個Sample 但Z跟Sample 到底是什麼Z 會產生什麼Sample 其實這是沒有一個連結的 比如說 你如果給你一個X 你知道它是從哪一個Z來的嗎 不知道 所以這邊也有一些 就是一些討論 那比較厲害的一些影像的 影像的處理 現在大部分都是 電影加上 Autoencoder的東西 那等一下會跟大家 就是介紹跟Share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說 電影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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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ue data的 distribution 那我們想要 但是這個data 我們不曉得 它的分布是什麼 我們想要認一個 認一個 p hat 然後希望說 去把它整個 真正的 underline的分布 去把它 學出來 這是基本上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證物 那它的做法就是說 因為我從 隨便選一個Z Z可能是從高雄 是從 uniform 我們有一個 它可以從 任何一個Z 就是從 uniform 或者是高雄 然後經過一個 neural network 然後有一個p hat pa 來估計這個px 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把它 認出來這樣 那 在整個應用裡面 譬如說 image的generation denoising image implanting 然後今天 像 李龍妹老師 那有提到就是 structural learning 它怎麼透過game 去可以去做一些 加強 然後 也可以做一些 pre-training 的動作 那事實上這些講的 我都還沒有 說實在我自己個人感覺 我覺得在產業上 還沒有實際上 真正的應用 就是 就是真的 你看到 可以用在什麼問題上面 其實是比較好的 只是說 對 昨天就是 這兩天有參加那個 中醫院的seminar 昨天有一位 中生大學的教學 他說 他有一個 supervised training的問題 但是 accuracy 沒辦法做得很高 後來他就是 他有學生 apply the game 的方法以後 就把這個 accuracy 提高 覺得 我現在還沒辦法想說 他是怎麼做 但是 我覺得 這是一個 新的方法 對我來講 我覺得 game本身 比較像是 聚寶棚 你用data 你就像 放了一大堆的 金幣 你希望產生 更多的金幣 雖然剛剛 徐老師有提到 就是說 他產生出來 其實是還在 還在這個 螺媒裡面 事實上 他沒辦法就是把它 擴張出來 但即使是這樣子 我覺得說 maybe 總是你有在 生成一些sample 總是有它 就是 你有多的sample 總是有它的意義 在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 整個game的架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 整個game的架構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 就是 我想大概都大家都已經知道 我很快的講一下 就是說 嗯 你從一個高選 或者是Ulimus 隨便 就是抽一個 Noise vector Z 然後透過G以後 生成一個 就是你想要生成的sample 就是G和Z 然後另外你有一個實際的sample 比如說你實際的sample 比如說你實際的sample 就是你實際的data 那這個你會有一個discriminator 他會把實際的data判斷成1 把生成的sample判斷成0 那同時 你這個generator希望 去騙過這個D 讓他可以 也說1 雖然d很想把它判斷成0 但是事實上我努力的 讓你把它變成是1 我覺得基本上 他的整個想法架構 就是這樣 這邊會有一點點數學符號 大家不要害怕 但是就是 就是說 基本上他剛剛講的 就是說 就是說整個 這個 用剛剛的想法 你把它設定成一個 一個lost function 來看的話 就是說 我有一個V D等G 這是一個lost function 我希望這個log的dx可以 最大 一減dx 這個這邊也是讓他 就是 最大 就是這個是D的任務 讓後面這個部分最大 他意思就是說 我D很接近1 那這邊要能夠最大 就是D G 是很接近0 所以這個是可以最大 在最大的同時裡面 我這個G的任務 是要讓整個 這個部分最小 好 這個是 顧貝羅一開始定名出來的 一個lost function 非常地直覺 然後 但是也在這邊 也有了一些問題 但是當然說看到這個exploitation 其實 就是 大家不用害怕 其實它基本上就是sample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從就是實際上的 XI這邊 就是實際上的data去sample出來 然後到d裡面做一個lock 然後就是sample出來平均 基本上exploitation就是 在data裡面 基本上你把他看成就是一個sample的一個動作 這個dxI 事實上就是g of z 也就是sample了很多的高雄的data 把你丟到g裡面去 然後就是xipad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d跟g本身都是neural network 然後就 training 第一就是讓上面的這個式子 變 就是 希望都找到d 讓整個這個部分 最大 那有的時候 譬如說你在一些brand world裡面 你要自己去 它有些時候 譬如像data就我所知 它的training基本上都是minimize 因為它minimize 所以你就把它 從一個maximize的動作轉成minimize 其實就是前面加一個符號這樣子 那你可以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training g的部分就是 事實上就是把剛剛的這個式子 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要做一個minimize 但是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事實上前面這個是跟g是沒有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常常你看到的就是 只有做minimize後面這個部分 那minimize這個後面部分 等一下 但是實際上因為 minimize這個東西 它是上次不防minimize 等一下我有個圖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大部分你會看到的時候 會看到它長成是這樣的動作 因為基本上你在做minimize 跟做minimize這個 基本上它是 equivalent 它是上次可以 就是可以替代 那就這個 李佯老師給一個圖 就是來講剛剛這整個動作就是說 好我先給你一個g 然後在g裡面 當時也譬如說叫做g1 然後我在這裡面找到一個最大的值 最大的d 讓這個b可以最大 所以g1的時候這個d在這邊 g2的時候這個d在這邊 g3的時候這個d會讓這個b最大在這邊 然後你在所有的這一些裡面 你去挑出來最小的那一個值 就是可能就是g3這樣 ok 這是它整個一個training的一個動作 那剛剛講到就是說 呃 這一條線是log1-d g0-z的一個動作 就是假設下面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說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g還沒有學好 g有沒有學好 所以d很容易就是 discriminate很容易判斷 這個是假的 這個是假的 所以這個就是0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這邊 事實上你的gradient 現在整個這個值次很接近 所以gradient非常非常的小 gradient很小 一開始gradient很小 就是沒辦法認 它沒辦法認它就會出問題這樣 所以它就把它就是 換一下變成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gradient 它是比較大 後來就是比較平滑 這樣子也是比較合理的一個 loss function 整個就是這邊是再講一下就是 它的training的精神就是 給定一個g 然後我們先去想要去找一個 就是給定這個g的d star 讓它這個b的值是最大的 所以dg of star 是maximal v of t of g 就是當g是given 然後你在所有的這個v of t of g of star 這邊裡面 你去找到這個g star 讓它可以最小 這個整個就是它的一個 training的一個方法 那事實上 那事實上 因為就是不管這邊什麼寫 事實上基本上都是 帶用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exploitation 是帶這個抽樣的值 就是 那這邊它有這個 paper 裡面有 有這個 有這個 acquism 我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就好 然後 然後 ok 好 這邊我只要講一個東西就可以了 就是 沒有想要就是說 這邊會有 第一個會證明說 當d就是 就是整個 是p data加p g p data是從 就是原始的data的分部 p g是我們這個generation 就是變成是這樣子的時候 它是讓d的值會最大 所以當你把d的值最大放進去的時候 你會產生是這樣子 這兩個kl divergence -loss 事實上這個值大於等於0 這個值大於等於0 最後你會發現說 你在minimize 這個 這個原先的loss function 事實上跟你minimize一個 jensen-divergence 是 一樣的一個 道理 所以 後來你在很多的地方 你看到都是在 現在講的時候 都是minimize jensen-divergence 事實上 它就是從整個式子這樣子 推過來 那它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jst 事實上 它有一個upper bound 有一個 low bound 這樣 你會發現就是說 當p data跟pg 假設沒有overlap的時候 它事實上 它們兩個值 是 就是 就是 等於0 這樣子 那如果當它兩個值 重疊的時候 它這個值會是 應該是等於一個 一個就是 doc2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 會是等於0 所以整個這個minimize 它基本上幾乎是一個 constant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它是一個-2 doc2 然後一直到兩個都已經train好的時候 就是等於0 這樣子 這個是它的一個效果 那很自然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曉得為什麼 因爲 但是 Dubbale它在train的時候 它 它只是用簡單的就是 就是 Fully connected的 network 然後馬上就有人就是說 欸 既然你是要train的 是要認屠型 你當然是要用CNN 所以就是 馬上從這個變成是一個CNN 所以 叫做 Deep Convolution Gain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記錄的Paper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 Generator 你一樣是sample一些Z 然後開始就是做 Deconvolution 或者是叫做 Convolution Transports 然後不斷的變大 不斷的變大 變成是一張照片 那再從再到Discriminator 再把這個照片 最後變成是一個Scaler 所以是 然後 再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你sample一個Size 100的Vector 然後你把它Dance到 4096 然後 Reshape到4x4x1024 然後開始做 Convolution 它每升到一層 變成8x8的時候 它的深度就會 就會降低 然後最後的時候 是變成64x6x3這樣子 那你當然 如果你是一個 M-List的一個Data Set 你最後你要想到 我讓它變成是28x28x1 這邊你就可以去設計 那最後你就可以去 就是 跟真實的Data來做 叫這樣 那這邊 DX-Gain有幾個 因為Train in detail 很難train DX-Gain有幾個 比較重的東西 就是 它沒有用Cooling layer 它是用一個 Stride 比如说你要把它变成 你要复理就是二乘二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跳两阶 然后Page Normalization 这几乎是从它这边提出来之后 几乎大家都会用到这个动作 然后最后它把那个Fully Connected Hidden Layer 变成也是就变成是观图案的Convolution 然后去把它做掉这样子 然后它本来是用Tagin Hyperbody 它这边是用Redrew 然后用Vicky Redrew再Discriminator 这边是它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所以后来它有一些劝出来就是 蛮好的结果 而且它是用这个Data Set 大家都会常看到就是Set of A 然后这边它有一个比较就是 比较有名的就是说 因为Role Vector 里面 在我们在Train播准备里面都很重要 就是说我是不是有一些类比的动作 把King 的Vector 剪掉 Man 的Vector 加上Woman 的Vector 它会等于Queen 就是Queen的东西是最近 然后它会说这边有没有同样的效果跟功能 事实上你如果把这三张照片的Vector Z 加起来平均 然后你得到的是 加起来平均的Z Vector 然后去剪掉这一个Vector 就是Man With Glass Man Without Glass 加上这个Vector 你最后会产生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那这边是说 它这边产生出来应该是一个 它在把它正负0.25的Noise 再产生另外的发展出来 那表示说它真的这个Generator 真的有认到一些东西 它不是只是去记忆或者是只是去Copy 那就是本来的Teta Set的部分 OK 这边是一个就是简单的Training 的一个动作 就是说 呃 这个 蓝色的这个是真实的Beta 绿色的是我们想要去逼近的 第一是Discriminator 在最完美的状态的时候 第一要变成是2分之1 就是当你都Train好的时候 第一会变成是那样 那事实上是 你会发现说 事实上实际在Training 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这样子 那事实上一般的Gener在Training 它会有几个问题 这个Sample不太好 就是说 第一个 Model Collapse 意思不是说真的 就是 它说 一直不断的就是产生同样的Sample 那这个就是一个 它叫做More Collapse 或者是同样配等 应该是 不是说完全一模一样 而是说它在某个部分是完全一样 第二个是 Ocelation 比如说你的本来的Data 你是一个Mixture的高选 你有几个Pick 它会在这边的时候 就是跳动 因为Discriminate 假设你是在本来第一个地方 Discriminate的发现说 它给它Penalty 然后就跳到第二个 它就等于在这边 这两个Data的分部里面 这边跳动 第三个是它的Global的一个Structure 就是它可能产生一个图 但是我们只能看起来 就觉得它就是 就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图 这样 然后另外它一个比较Vid的地方 就是说 它 它产生出来的Sample 跟它的Latant的Picture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连结的 就是说你Sample一个Z 你不晓得它会产生什么东西 或者是说 在MNICS里面就说 因为我想要产生3 我要怎么产生的 或者是你Sample一个3 我到底要找到哪一个 自己的Vidget 我才可以产生这个 这个就是后来有一些 等一下会讲到 这边是李洪宇老师讲的 就是JS Divergence 它在Minimize的时候 我们本来希望就是说 这个Loss方式越来越小 但是事实上 比如说假设你在第一次的时候 他们两个假设平衔 完全都没有交集的时候 这个JS D事实上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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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ker 然后 事实上就是 好像是要 Locker 对 就要 Locker 对 然后就是 在第50次的时候 它事实上还没有交集的时候 事实上 它的值是一样 所以就是说 你感觉上是 就是 你 你没有觉得说 它事实上的时候 在Train 就是更好这样 意思到 这两个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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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V等于 Vlog4的时候 这个就是整个JS D等于0这样 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就是 你本来是一个 Constrant 然后突然间 跑到一个 最后是跑到一个 所以这个是 就是 几乎是没有办法 Train 所以 开始就是有 W gain W gain 这边因为数学比较多 我讲 非常简单的 一个东西 就好 就是说 它基本上你就把它想成 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 本来就是有装了一些 泥土 因为 基本上 纪律就是 这个泥土量 就是泥土量 我要把这边的泥土搬到这边 然后 我有很多种搬法 就是说 例如说 你可以把这一块东西 全部搬到 这一块 所以 它就有它的 X-Y 是它的 距离 然后 X-Y 是它的质量 就是泥土的质量 所以质量跟距离 就是 会产生 你要 花多少能量 才能够搬 所有的 班的 班的 方法里面 最小的那一个 这个就是 它的一个 Matrix 就是很有名的 Master Stein Game 这个 Matrix 那 我这边很快的 就带一下说 它这个 这个 Master Stein 这个Matrix 它透过一个 叫做KR Duality 它可以让它 产生变成是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所以可以变成是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最后就是说 我只要 重点是 我只要把它的参数 Divided in 在一个 范围里面 那我就可以完全替代 刚刚的 那一个 所以 整个就是一个 整个 刚刚的 Jsd Jsd divergence function 就变成就是 我要去 maximal 这个部分 但是我的 我的参数 我的位置 我一定要是想办法是在 这一边 就是在一个 范围里面 所以基本上 第一个它是 不用 symbol 没有 没有Log 然后位置 因为我的位置 要在一个范围里面 所以位置要 Clipping 然后它是用 RMS Pro 所以 刚刚的game 你看到 刚刚的game training 是这样子的一个 loss function 或training D 的时候 那Wgame 是在这样子 然后training G 的时候 你看到的就是 这个部分 然后Wgame 是 所以 事实上 因为刚刚其实 这个 整个 这个algorithm 跟刚刚其实 就 虽然它的那个Wgame 看起来是很复杂 其实它的算法 非常简单 简单到说 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吓一跳 你其实只是用这样子而已 No 不要用Log 然后加上一个就是 你要去跟一个 maximize 或minimize 做一个 比较 就是这样 跟刚刚的 就是本台的game 基本上都一样 所以一开始 我看到call的时候 我吓一跳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 结果因为它刚刚是 透过了一些方法 就是 我只要会 做waitis的 clipping 的话 我就可以 就可以满足 就是 Wgame的效益 然后这边有 比较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整个它的 loss function 事实上是 是有的降低 所以 它是说 使用Wgame 这个metrics 是比较好 不过那时候作者也有讲说 因为 clipping 事实上是有一些问题 那他们还在研究一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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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 你看下面就是 当没有用 bation normalization的时候 bcgame整个会坏掉 就是用本来的 就是 本来的metrics 但是用 用wgame的时候 它整个就是 是 是好的这样 然后 后来就是说 因为 wait clipping 就有些问题 所以说 就不要用wait clipping 所以他又有个方法 就是 用叫做 improve wgame 或者是有时候 你看到wgame gp 就是 wgame gradient penalty 那事实上也是 刚刚就是 因为 我要去解决 就是 我要让我的就是 就是 这个D要属于 one lipsis 那事实上就是 gradient要是 小1等于1 那他这个方法 就是我不要去 做wait clipping 反而我去加这个 呃 加这个 panel 我让他这个wait 可以尽量 趋近于1 当然他有一些证明说 在这样的趋近1的时候 我这个D是符合到 这个部分了 然后 他的 x的sample 他有比较就是说 他是从就是 real data的sample 加上就是 generated sample 产生的就是 一个线性组合里面去做 产生的 我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动作 ok 好 那就是 improve wgap 这个也是比较新的一个 paper 这样 那这边就是 这边主要就是说 你去 反正就是给一个 epsilon 然后你去 你不是直接把x 或直接把这个 generated sample 你要做一个 做一个线性组合 然后再把它 带进去 然后这边是 加了一个 penalty improve wgap 这边就 他这边有说就是 wgap gp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比较好 但是 bcgap或什么 在某些状况 它产生出来 会是 不好的这样 但是这个 我后来 当然你陆续 有看到不同的 pary会讲说 事实上 大家会认为说 improve wgap 是不是我就多用卡 就好了 但是好像也不是这样 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 disk square game 这个就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反正我就 刚刚就是 刚刚不是讲说 我们希望b把真实的data 变成是e 把生成的sample 变成实体 那我不要 为什么是e和0 我就不要e和0 可以给他一些别的数字 比如说 我这边给他b 这边给他a 这边给他c 我有一点弄错 对不起 这两个standard b才是real beta的level a是就是beta的level c是我们希望 就是第一的时候 他去相信这个是什么 这样 他说呢 假设b-c 4等于1 b-a等于2的时候 事实上 你是在minimize 是一个叫做pearson timesquare的一个 的一个 diregence 的一个 loss function 所以 事实上 你就是 那这个case 有你a代-1 b代-1 c代-0 所以你整个loss function 变成 就是这样 事实上 据说在实战的时候 这样做得出来的 事实上 收敛还蛮快 b-square 但是大家可以去 试试看 这样 OK 好 这边是这个training dhng 那这边刚刚是讲的是 doss function 的这一边 这边前面可能是 比较基本 但是就是因为games 上你实做的时候 就是不好train 所以这边可能就是提一下 那开始我们来讲说 怎么样去把就是latent 的variable 就是condition的variable 跟就是set for 可以做一些结合 第一个就是conditional game 就是说我希望我产生的sample 跟我的label是有一些关系 因为我的label是3 我希望说我假设 condition on3的时候 我产生出来的sample 是可以等于3 这样 然后基本上它的做法就是把 这时候是把d就是变成是condition on y 然后这边就是g的时候z也要带进去 然后d的时候这边产生出来是一个sample 或者跟y出来看 所以以整个generator来讲 就是我有一个z 一个y 两个combine 进去产生一个sample 然后我的discriminator也是一样 就是原先不管是这个x 这个data是从真实的data来 还是从生存的data来 我也要把y放进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每一个role都是condition on0 condition on1 condition on 不一样这样子 这边下面有一个东西我先讲 就是说 这个就是你随便找一个z 但是我condition在不同的class 不同的y里面 我z都是一样 但是我就是condition在不一样的class的时候 我就产生出来 就是condition on0 condition on1 就是condition on9 这样我自然我就可以做到我想要的一个东西 这边有一个比较厉害 就是说 他在做 他在做cgame的时候 他是用cgame去改 那他要把这个y放进去的时候 当然我们知道 一开始你sample100 然后就是 他是在每一层内都把y放进去 那希望他觉得这样子 y的讯息可以充分的就是给定 这样 这边有一个 这个这个不是那个paper 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应该是NVIDIA的一个谁谁谁这样子 他写的他做的一个方法 这个一个方法就是还不错 就是说 你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加进去的这个y 你可能是 你就是用就是 就是放进去这样 但是如果你在中间层 你已经是有 已经是有 就是 Vitual Map 你一定要怎么样把y 放进去 假设你这个y3 你平常在one part vector就是0010000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但是假设你是一个 Vitual Map的时候 他的方法就是说 我给他 我就多加了10个 Vitual Map 除了第三个Vitual Map以外 其他通通是0 第三个Vitual Map 就是所有的通通是1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这边是这边是他前面产生出来 这边是我在每一层加 加进去的y 这个时候的y呢 就是 除了第三个这个白色的dose 以外其他全部通通是0 那等于是有一点叫做 one part vector Vitual Map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他说这样的方法进去以后 实际上可以把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 还不错的一个方法 所以 他就是 就是有这个部分 这个是看到的 可以share 给大家 这样 然后这个 Conditional Game 它可以做text to image的动作 你text 你当然是经过就是一个 encoder 所以进来 然后这边加上就是 这边就是一个句子 这边 进来加上你的z 然后开始产生 最后产生出来 就是一个 产生出来 就是一个影像 那你影像最后 你也是 转到最后的时候 它也是把一个 这个sendence 一样是放进来 去做disponature 这个是他的一个 就是text image 那这边 因为它会有两种loss 就是说 你正确的影像 配上错误的text 或者是正确的text 配上错误的模糊的影像 所以你要去sample出来 就是 你就会有两种 就是 两种 不一样的 就是错误的sample 那可能是 加起来除以二这样 那另外一种 刚刚讲的是 也是 现在讲的是 Conditional Game 刚刚讲的 Conditional Game 我们已经知道 那个Label 是什么东西了 假设 我Label 我也 不知道 我也不要理他 但是 我主要怎么train 那这边的时候 就是说 OK 好 就是 就是 C就是 刚刚的Y 对不起 它在这个tap 都是用C这样 就是说 C的sample 是放一个prior 就是P of C 那 就是整个 我要 从这个 Z of C sample一个X 然后 我这个 Discriminator 里面 并不含这个C 然后我去认 这个 posterior 然后 这边的方法 就是很简单 就是 它就把它就是 把这个 有一个 entropy 就是一个 infollow 对不起 我可能先讲一下 大家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这个C 我可能是一个 random sample 来了 加上这个Z 经过这个 generator 又产生这个X X 让它进去做 discriminator 那我这边 又有一个 encoder 产生一个 我让它们这两个 是 产生就是最近 这边会有一个 叫做 一个 loss 这边是我们一般 所知道的一个 就是 game的一个 loss 那这边 它会把它的就是 parameter 会做sharing 所以它从这边的话 它会 从这样的 网路架构 以及这个 这边有一些result 我忘记把它贴出来 那anyway 它做出来的动作 跟刚刚的 conditional gain 是一样 除了说 conditional gain 我是把它就是 condition 在我知道的label 或者是你在你不知道的 label下面 你也可以train出 同样的 效果 这样 ok 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 就是 bi gain 或者叫做 adversarial ali 这样 它基本上 它想做方法 就是很单纯 就是 它想要知道 就是 我认识 sample 一个x的时候 我想知道它的z 是什么东西 所以有人说是一个bidirectional gain 那它的方法呢 就是说 我去sample一个x 我透过一个encoder 产生一个z 另外呢 我透过一个z 我去sample一个z 透过decoder 产生一个x 然后我这个discriminator呢 我就来看 这边是z 加上gxz 这边是x 加上gx的pair 你把它这边 就当成一个pair 然后我想办法 第一去把它 分出来 这边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网路架构的一个训练方法的时候 我就可以让 就是说 这个x 就可以认出来 就是这边 我找到一个x 我就可以去找到一个z ok 它这个是在做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这边只是 简单一个就是 就是假设real data 是0的时候 它0 透过encoder 会产生一个vector 再透过g 这个generator 有点 还原到这个0 ok 然后它就是 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说 事实上这个0 是由这个 ex 这个vector 这个encoder 这个vector 就是可以 产生出来的 就是 就是一个 那这边它有一个就是说 通常你在做这种深层 你要一个叫做一个 check in的动作 譬如说 你这个是实际的sample x1 这个实际的sample x2 那我怎么知道 我要让它 你要知道说 你认得好或不好 你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说 你有x1 有x2 你透过encoder 去产生出来 z1 z2 encoder 然后 你去做 然后 限定组合 在z1k2里面去做 限定组合 那你可看看可不可以 跑出来就是 一些就是适合的 这个 这个照片 比如说人脸 从左边到右边 或者是从白方 金方到黑方 透过一个这个方法 那就可以知道说 就是 就是整个这个 generator 是不是 整个这个网路 是不是 train的 够好 这样 ok 然后 再来讲就是 image to image 刚刚的input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vector 然后 就是再来说 假设现在input 是一个image 的时候 你可以干嘛 应该会比较 开始好玩一点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提高它的 从low resolution 到high resolution blurry to sharp 或者是说 白天到黑夜 就是夏天到冬天 然后或者是 image到painting 它有一些 这个部分 那 这边只是一些例子 就是 这边是image to image 里面 所谓的pale 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可以很清楚知道 这个跟这个是一个pale 等一下我讲一下 就是unpale 的时候 怎么弄这样 这个是叫做unpale 比如说 我的 给你一个p包 你给我一个鞋子 给你一个 就是给你p包 给鞋子 就是说假设它两个domain 是不一样 比如说 你一般的照片 或者是泛板的画风 照片 就是你的照片 跟泛骨的画风 其实本身并没有 one to one的一个pale 你是在一个domain里面 你要跑到另外一个domain 你希望认泛骨的画风 你也希望认你自己的一些照片 所以你从这边 可以跑到那边去 OK 先讲就是 impainting的部分 就是 impainting就是 通常假设你有一张照片 中间被挖了一些dom 或者是打了马赛 马赛克你要怎么把它 还原 这边一般的这种就是 L2的方法 你看起来是模糊的 用透过这种 gain的方法 你会看到就是 比较好这样 那我这边有举一个 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假设这个是 本来的 照片 这个是 我把这个 就是被挖空的地方叫做m 就是一个mask 然后一解m就是 它的外面就是 就是mask以外的部分 然后整个 假设我把这一张整个 丢进去 丢进去产生出来的 g of z 不太对 应该只有 就是这个 就是产生出来的一个 照片 就是 generated sample 它事实上 reconstructed 它不是拿这个 整个 它是说 我外面的部分 因为外面的部分 事实上 我便不用 我就拿我本来的 本来的就是 1-m 就是dot x 然后 m dot gg 就是我只要 它中间的 这一块 我把它 加上去这样 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 我的 reconstructed image 那当然是 我希望 我希望这两个 可以 最近 就是整个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content loss 那 content loss 里面我事实上 我并不需要 外面的东西 我事实上 我只需要里面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 content loss 另外一般 在game里面 它除了content loss 它会有一个 叫做 game loss 或者是 eradversarial loss 就是一般的 game的一个 做法 所以一般你会有 两个loss function 一个叫做 content loss 一个叫做 eradversarial loss 两个可能透过 一个浪达的 一个参数 去把它就是 加起来这样 然后这中间 它有用一个 就是为了 不要让整个 整个网路变得很大 所以它用了一个 叫做 channelwise的一个 fully connected 啊这边 我今天没有 讲的很细这样 ok 所以这边是 出来的一个结果 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边挖了一个 风 那产生出来 就是鸟 诶 狗的身体又补回来了 这个又 补回来了这样 然后 讲一下就是 discord game 就是跟 如果有听到 李宏依老师的 lanchun 就知道说 在不同的时候 都发表了 paper 两个就是方法 是一样的 这个其中一个就是 这个部分 就是 biscord game 想要做的就是 我刚刚讲就是 从一个 Domain A 我要 丢到一个 Domain B 我希望从Domain A 里面去 improve到一个 Domain B 这样 然后其他做法就是 Domain A就是这个 金髮的女郎 Domain B是一个 黑法的一个女郎 我希望可以认出来一个 叫做generator 是A到B的 的一个generator 可以把这个部分 就是认出来这样 那它的认法就是 就是我做了一个类似像 我有一个generator 是从A到B 但是我有一个generator 是从B到A 然后从G到A 从generator A到B以后 再从B到A 我希望 等于是 我希望它可以 还原回来 就是 这个叫做XAB 就是本来 我这个是XA 透过这边 产生是XAB 这样 这边还原完 所以这边是一个 content loss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我希望它产生 是一个 adversarial loss 所以这边就是 会有一个 整个 架构 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边只有一边 我一样可以把它 垫倒回来 就是 从 我一样可以把它 垫倒回来 就是从 从这个部分 XB 就是可以generator B到A 然后产生 这个A 再产生 从generator A到B 然后一样回来 所以整个loss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 两个content loss 加上两个 adversarial loss 关闭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 就是网路架构 跟一个loss function 的一个定义 所以基本上 它透过这样 当然说中间就是 你要就是 要透过一个pair 就是reconstruction 然后它的会 就是要sharing 这样子 它透过这样子以后 它就整个这个部分 你们就可以 认出来 认出来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李鸿一老师 我忘记他讲到哪一段的时候 讲到就是 sentence 的时候也是 他在回答 他也是透过一个encoder 然后在decoder以后 希望是跟本来的那句话 是一样的 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auto in order 是非常的就是成见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整个loss 那这边就是 它的一个train 出来 那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失败的一个sample 就是horse到zebra 然后连人都是 变成就是一个板码那样的 这个是image to ok 好 在有些部分的image to image 的translation的时候 它除了 它的content loss 除了是用pixel by pixel以外 它会做一个就是说 譬如说我丢到一个bgg的网络 我把每一个feature map 拿出来做比对 我不是比 就是最后的sample的image 而是把feature map 拿出来就是做 比对这样 这个产生就是产生的sample 就是本来的data 所以它 所以这 这边会让我们想 content loss 有时候你可以做 某一些的设计 事实上会让它可以更高这样 ok 好 这部分 因为最后的部分就是 我们怎么去产生一个 比较高的解析度的一个东西 那这边就是 这是本来的图 然后是产生一个 4倍的 super resolution game 那你这个是要怎么做 基本上它的 input 就是一个 low resolution ILR就是 low resolution 你去想到产生一个 high resolution 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 基本上它的整个 loss function 跟本来的 loss function 其实是很像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 这个就是它所产生的一个效果 这边就是一般的就是 补点的方法 这边 这边就是 s again 那这边是 原始的一张图 好 这边是网路 基本上 呃 看 我讲一下就是 loss function 怎样设计 好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gate loss 加上一个 content loss 那这边就是 它中间的参数 两个的一个 一个比对这样子 它的content loss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 它是用就是 它没有 它特别提到就是 呃 min square arrow 就是pixel by pixel min square arrow 事实上 并没有那么好这样 所以它是用这个 呃 bitual map 的 loss 出来做 然后就是 就是 eliversal loss 就是 就是一般的就是 gain的一个loss 整个加起来 它就可以把这个部分 就是 training 完毕 ok 所以你看到就是 呃 它从这个 可以做 super resolution 的时候 做一些放大的 这边做一些 放大的一个动作 ok 好 最后 大家有看过 这个 provision 一分钟 等一下 一分钟 等一下 一分钟 等一下 你看下面那个 填數 這個是 SELF-A的DETASET 剛才這個都是生成的這樣 他有 拍了幾個不同的影片 這個只有一分鐘的 六分鐘的 一個小時的 慢慢慢慢慢慢變的這樣 SELF-A 那剛剛那個是1024乘以1024的 就是超高解析度的一個效果這樣 他裡面就是大家會問說 這個一定是某一個真人 或者他去訪某一個真人這樣子 他有做一個動作 就是他把一張這個照片拿出來 他去做比對 就是跟他的DETASET去做比對 比對最近的 但是他有列出來 其實不是 你看起來以為是真人 但是他真的不是真人這樣子 我後來有放過給我幾個朋友看 但是他們覺得 他們知道這個是真人的時候 他真的是 每一個都是 就是 個案事成的 OK Anyway 我跟大家上 因為我好奇 所以把Favorite就是 弄下來稍微看一下 就是他的 這個做法就是 他的整個做法就是 他一開始 這個事成是 在一開始是用 當然他需要先做一些DATA的處理 因為他說 setup A裡面的DATA其實是 不是那麼 就是他的 解析度啊什麼什麼就是不太一樣 而且他 因為剛剛看到都只有枕頭 他事實上 這本來的 就是 Image裡面 他事實上是 可能有半身有全身 可能還有 看左邊看右邊 然後等一下我會講 他大概做了什麼動作這樣 他的整個 網路的設計 一開始就是用 就是可能是 400次先做 training 好了以後 然後再把它架一層 變成是八層八 就變成八層八 然後再變成 就是 那個就是做 做一個 剛剛就是Image的 就是 就是 Generation動作 他就是 一層一層加 一層一層慢慢加 慢慢加 最後加到1024x1024這樣 那這個 所謂幾層幾 事實上就是幾層幾的一個 convolution 那這邊講一下網路就是說 他基本上 他假的16x162 RGB 是說我用 1x1的 convolution 把他 就是 就是 引出一個 RGB就是 變成是他的Depth 變成是3這樣子 那 從RGB 就說從RGB 變成是一個 Feature Specs 所以變成 然後這邊有 就是 當我要解析度要升高的時候 我是用 補點的一個方法 我先做一個 補點 這邊有一點像是一個 Resnet這樣的動作 先補點 補成32 這邊變成是 1 to 1 to RGB 這邊 32x32 這邊 這個就是說 我用32x32 當作 original的imprint 拿去做CNN 最後把它就是 變成是2RGB 兩個再把它 加起來 那當然是這邊 再做 整個他的 0.5的話就是做一個 Average Pulling的一個動作 所以他整個網路架構 大概是這樣 這邊是有比較細節 看他的就是網路 看他怎麼做 今天就不要講 這邊有講說 他的Image 一開始的process 他做了什麼 譬如說他本來的Image 是這樣子 他經過B 他把它變成一個 四倍的影像 變成就是一個 比較好的影像 他做了一個 Mirror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邊 可以看到這邊 整個是有點 鏡像的動作 然後 他再 我看第四個 再做一個 Gaussian filtering 所以讓他產生一個 景深有沒有 就是後面的東西 就是浮掉 前面就是 就是比較 突出這樣 然後 再做一個 就是 一個轉換 他頭這樣歪歪的對不對 然後他 把它做一個旋轉 然後cut 之後變成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動作 他當然就是說 假設就是 他本來是比較高 他當然是想辦法 慢慢慢慢慢慢 把它做成比較低 就是當做一個 全民的一個 對他生 所以我大概是看到這個 大家可以再 接下去再看一下 這樣 OK 好 Summary 就是說 其實 GaN要做什麼 其實可能 不那麼知道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它本身 我覺得說 它會讓你記住 讓你記住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它會去apply 在什麼地方 你看到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好像跟GaN的這樣 或者GaN的某一種 網路設計 或者是它Lost function設計 可能會接近 你就會想去apply看看這樣 然後 你一拍 你所有人像 你都是用 DC GaN的 這是什麼 就是很單純 然後 Badge Normalization 就是用 然後 就是 不同的Lost function improve W GaN跟 LOS GaN 我覺得會用 如果你想知道 就像剛剛 剛學老師你想知道 就是Latent Space 的那個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 試一下 C GaN跟 Limple GaN 然後另外 就是如果你要做 兩個東西的對比 就是Image to image 或者是Sentence to Sentence 這樣的動作的話 記得你可以加上一個 Content Loss 你可以做 譬如說 Apply 就是剛剛的 不管就是 Disco Game 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那你要知道說 你是一個 Pale Sample 或者是一個 Unpale的一個 Sample Pale Sample 就是你也知道 這一句跟另外一句 你可能是 克洛茲 或者是怎麼樣 它就是你要很清楚 知道你這個 是什麼動作 這樣 然後 就是 我有 今天那一天 報 那件事 不知道誰就是 Nature 誰有PO一個 Game的比賽 然後我今天 聽聞在想 想說 到底是 到底有什麼 topic 是可以再去開發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 事實上就是 就是 我們主要的一個 假設 objective game 是要去 Generate Sample 那你知道 第一個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要有多少的 training data 你才能夠去 generate 有意義的 Sentence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maybe就是可以 可以有 那你要怎麼樣 方法再很少 希望說 醫學的Sample 如果很少 200張 300張 就很多 那你怎麼從 這麼少的Sample 再去Generate出來 有意義 剛剛痛兄講說 一類就要1萬張 你沒有1萬張 因為你要去Generate Sample 就表示 你Sample很少 那你怎麼樣 在這個地方 去做一些Trial 或者是 即使在很少產生 我覺得這樣子 是一個 應該會是一個 topic 可以去 去找 或者說在什麼條件 Sample很少 在什麼條件 會產生什麼樣子的 一個Sample 因為以現在來講 就是即使你有 1000張 1萬張的 1000張 就是 醫學也像Sample 說可以這樣 可以產生出來 新的Sample 然後它有病理上 意義 事實上我是比較 不那麼相信這樣 第二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用Gain 譬如說 它當作是一個Critic 去Enhance 一些 Supervised training 這樣子 那就是 假設可以的話 它會不會就是去 改善 就是整個 Training的一個 狩獵 然後另外 另外就是說 大部分在Training 都是 Crasified 然後在 Regression 的問題上面 這樣子的Training 的改善 是不是有幫助 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就是 就是 就是一些TOP OK 然後後面有 Petorial Visor Iain Petorial 李鴻毅老師 就是 我覺得它大概是 國內就是 講Gain 講得最多 講得最清楚 然後它的 Lecture 1 你要數學證明 你要一些 比較直觀或什麼 它基本上 它那邊就是 很清楚這樣 然後 講一個 Mark Zhang 當它在 它的Gain 這邊 WGain 這邊它有 就是 蠻清楚的 Video 然後CVBR 今年的 NVIDIA 它有一個 叫做 劉明瑜的 它的英文 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它講的東西 還蠻直接 它講了兩個小時 的一個Gain 那我覺得 就是講的 它中間還串插了一個 DC Game 有一個女生做 DC Game 然後它講的就是有很多坑這樣 然後有一個是 Sample Code 或者是大家可以去猜一下 因為這裡面幾乎什麼店通通有 而且它都用非常簡單 有時候我覺得 簡單的有點過分 非常簡單的Code 但是 當你都看不懂的時候 你就看看Code 欸 就回來又可以懂 但只是說 它所有的都是用M.Nex 這樣 這邊就是可以看一下 OK 好 今天就是我的簡報 然後 然後 我用一分鐘講一下 我現在在幹嘛 這樣子 就是K-5 對 就是 我現在跟我同學 大概在做的 想要做的東西就是 因為 事實上在整個 金融操作裡面 Human的knowledge 就是技術指標 然後 我們想說 整個這三個 怎麼去 串在一起 它是 這個 是不是要放上去的嗎 你要放 這個會放上去嗎 不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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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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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